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他說他一直以為做醫美應該是年齡大一些了 比如說40歲以上 50歲以上 結果沒想到自己旁邊的小姐妹 身邊的小姐妹20多歲就開始做醫美了 開始保養了 他是覺得說那到底是所謂的抗衰老 到底是要從什麼時候開始做比較好呢 還有這個熱罵集合超聲道的區別又是如何呢 怎麼樣選擇一些好的專業的醫美診所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清純美魔女Michelle 來幫忙回答這個問題 Michelle你好 嗨 林雅您好 大家早安 早安 是這樣子的就是抗衰老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講兩個方面 有些人是遺傳性的就是 有一點比較衰老的這種容顏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因為後天的年齡增長進程度 那麼抗衰老項目現在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是種類繁多的 第一大類的話我們可以考慮到 就是注射類填充 那就包括了A型肉毒素的注射 膨脹酸的注射甚至童炎針注射等等 那麼第二大類型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話題裡面的 光電儀器類型的 就比如說現在最超級火的這種超聲刀 日馬級的治療 還有射瓶微深激光雷射的治療 再往下走 有些人說我都做過這些了 我想要一個更好的更立竿見影的瞬間提升的效果 那我該怎麼選擇呢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考慮比如說線雕 埋線這種可以立竿見影 但是效果的提升效果又很明顯的這種類型 那麼還有一些人就是在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的去保養去抗衰 忽然到了50歲發現自己的臉部這個下垂鬆弛的程度非常明顯 那麼怎麼辦 他說我想年輕十歲我想返回到我最漂亮的那個時代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麼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面部拉皮手術來做一個這種逆臨的這樣的一個解決方式 對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講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 那麼現在最火的這個超聲刀日馬級 天天都在聽廣播裡面講 或者說聽身邊的親朋好友在講 那麼它們兩個區別到底在哪呢 是不是很常見這個問題 就分不清楚 對 那麼今天我們就主要來講一下這兩大最火的醫療儀器 也就是非侵入行的治療抗衰老的這樣的一種方式的區別在哪 那麼我們首先來講一下日馬級 日馬級的話呢 它其實從20年前到現在已經有20多年的發展歷程了 以前總是不溫不火 忽然到了2007年年底2008年的那個時候 五代日馬級出現了 這個時候哇忽然之間它的名聲響徹大小南北 然後很多人就說 哎呀這個真的為什麼火 肯定它有它的道理 對不對 肯定要么就是治療效果好 要么就是很多的這個疼痛感降低或者其他的一些 對對對 那麼自從2008年五代日馬級出來之後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抗衰老成為抗衰老 整個這個抗衰老界的新寵了 那它利用的能量是射品味噌 射品的這樣的一種能量 能量是從內就是從外向內治療的 它採用的是一種非常大面積的這樣的加熱方式 然後讓皮膚的這個就是膠原蛋白重新再生 使肌膚達到一個這樣年輕化的效果 所以它治療過程中呢 肌膚其實承受的溫度差不多可以到40到50度左右的樣子 對那麼熱馬級的好處就是說它是唯一FDA認證 可以通過這個精確治療來治療我們這個 就是這個眼部肌膚的這樣的一台一切 就是因為眼部的肌膚它第一薄第二敏感 對吧 還有的時候就是說大型的這種tip 它有時候不適合放在眼部做治療 那熱馬級的這一點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亮點 吸引了很多很多這樣的一些愛美的那種女生 不管是女生還是男生啊來接受眼部的治療 另外的話呢它熱馬級還有單獨的面頸部治療頭 甚至身體治療頭像有些媽媽生完寶寶 它的這個皮膚肚肚皮的皮膚會很鬆弛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通過熱馬級身體body tip 來幫它做到達到一個這個皮膚年輕化 緊緻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對而且五代熱馬級的話官方給出的答案就是說 它的治療深度可以達到4.4毫米 就是以前他們說它熱馬級只是針對表皮的 其實並不然 熱馬級的治療深度現在可以達到4.4毫米 貼近於我們的肌膜層了 對所以說它提拉緊緻的整個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 那麼講完這個熱馬級很多人就會問那超身刀怎麼樣 我到底該適合熱馬級呢 很像超身刀對不對 好對 那麼現在給大家解析一下 超身刀的話呢相對於它是2008年左右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它用的這個能量跟我們的這個五代熱馬級完全是不一樣的 它用的是UltraSum就是我們的超音波 它是點症式的治療方式 它有不同的三個transducer就是我們三個治療頭 分別達到的皮膚治療深度是1.5毫米3.0毫米和4.5毫米 也就是說它的治療深度跟熱馬級其實相差一根頭髮絲的深度 所以說都是能達到一個相接近於筋膜層的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說它的提升效果比其他雷射激光光電類的治療要好很多 那麼在這個就是因為它是聚焦式嘛 聚焦式就是說它從皮膚的表層向內定點式的治療 比如說這一層全是1.5全部治療完了換另外一個transducer3.5 繼續治療 再到我們後面4.5再這樣子 就是很多小點連成一個面達到了一個就是誘導皮下膠原蛋白再生 從而達到提拉頂質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麼超神刀的治療呢就是它在治療過程中 其實溫度是達到了一個60到70攝氏度的 所以說就是對脂肪的溶解會有一個非常好的這個幫助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青城美魔女Michelle 因為說到了很多專業的這些詞彙 我覺得很多時候如果大家需要去諮詢 或者是更需要更多的了解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專家們去聯繫 在這個44.2華語電視的這個電視屏幕上面 你們可以看到專家的照片 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聯繫方式電話號碼 好的非常感謝青城美魔女Michelle 謝謝你的解答 謝謝你 好 拜拜